我是來自台南的渡映日 今年9歲 大家都叫我渡小月 這一次的樂盟主 妳要得到的話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準備 沒有 但是這次我有帶禮物要送給你們 對 什麼禮物 等一下 我們兩個主持人看起來 像是會收禮物的人對不對 而且製作單位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以後要送禮物 到後台送就好了 應該在前面講出來 你們知道嗎 不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講呢 我們這麼公開公平公正的單位 對 要先看送什麼再說嗎 有道理 先看禮物好不好 小月 人來就好 戴好聽的歌給大家聽就好 你不一定要帶禮物 真的不要 跟他們兩個沒有關係 老師你放心我帶來的禮物 用錢也買不到 我知道 太明顯了 那她帶來就是錢 因為錢不能買錢 對啊 這怎麼好意思 小月姐 八紅包 八紅包 過年了 你們兩個人的壞習慣 不要在節目當中就這樣顯露出來好不好 我想說很少小朋友 包紅包給長輩 這是很特別的畫面 我很想看看 整年都不夠 來 小月告訴我們你帶什麼禮物 對啊 帶什麼禮物 因為上次你們說我的義名取得不好 所以 幫我取義名的老師今天有來 對 妳是說上次有提到歌壇的國寶 郭壹男老師今天有來 對啊 老師已經80歲了 今天專程從台南來台北 老師80歲了 他來會不會就是 舟車勞頓這樣很不舒服這樣 想吐暈車 郭老師應該身體還是很硬朗 來參加我們的錄影 對 欸 你是GINO嗎對不對 不來 你金融嗎對不對 大家再看一下這張臉 金融 GINO 以前K1的好不好 就是他 上次從頭到尾 都是他 說杜曉月這名字取得不好 你講了那麼多 我也你要讚美我 大家全神都記住你的那個長相 如果後面有後鏡 應該很多鏡頭 對 就是他 好不好 郭老師不好意思 就是他講的 全都是他說 不關我的事 拜託你 我也是有人靠我敢敢這樣子講 辛梅姐也是這樣子認為的 不好意思 辛梅姐先不要講話 來 老婆 Take她一下 曾辛梅 兩屆金融獎得主 就是他覺得 杜曉月的名字取得不好 沒有 各位 全國的觀眾朋友 請不要只Take我好不好 老婆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也是聽 我旁邊的人這樣跟我講 說說杜曉月這個名字 好像沒什麼好 我的旁邊那個就是副位老師 我不會說 明明是你說人家是道士忌 是你說的 各位...小朋友有話要講 你們不要緊張 跟你們沒關係 郭一南老師是為找副位老師才來的 你看 原來就是你啦 我沒有說 我看人在座天在看 大家這樣踢球踢來踢去有沒有 其實你就是主使者 你說這句後面再教一下 鴨頭三球無心靈 對啊 我沒有 他比較矮要不太無恥 找我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老師沒講 老師沒講 這個時候要請我們的當事人到台上來 對 出來冤有頭再找他 話說清楚 對 好 現在讓我們歡迎我們的國寶 郭怡南老師出場 國寶出身了 拍一下 國寶及台語歌唱大師郭怡南 縱橫台語音樂界數十年 創作過許多 筷智人口的經典歌曲 更是目前多位台語唱將的指導恩師 對台語歌壇發展 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力 這一次他大駕光臨同盟會 還指名要找復威老師 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呢 你好 我叫做 這個 確定 我常常在看你們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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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要創作人家 耶 老師都有在討論 老師 那今天有開心嗎 來教我們的節目 有啊 真開心 真開心喔 今天回來再參加復威 我很興奮的 是啦 可以來這裡面 老師 為什麼要來這裡找復威姐 是要說什麼事情嗎 是啊 我看他的節目 他都在評審 我覺得很專業 歌曲 手法他都很了解 還要怎麼呢 那年輕人的眼窩 普通的眼窩都流一筊的你 他真的是流一筊 他流三筊 他會爆門喔 其他四個都沒那麼專業 有啦 有我們的節目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專業 都專業 老師說英文喔 英文跟李懿都是專業 不過說到這裡 我們要請復威姐 這個二十幾年 我們歌壇的活字典 回應 活化石 太遠了 活化石太遠了 你剛剛說活化石 這個是比較貼切的 對 貼切 因為我自己唱歌 再加上說我在電台 做了十幾年的DJ 所以這些音樂 其實都因為有興趣 再加上有些資料 所以我都非常非常關心 其實今天能夠看到 老師真的很開心 因為老師是很多 實力派歌手的老師喔 是老師的老師喔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我們爸爸 我媽媽的偶像 我自己真的也是很幸福 真的榮幸 我剛剛才說就對了 是 是 老師說也是應該才做 老師才做 是 應該才做 很幽默耶 好… 八十多歲還這麼幽默 大事果然不簡單 但既然來了 當然要帶來好聽的歌曲 給大家欣賞一下囉 好愛的人 所愛誰人 所愛的人 這就是 在有這些 百科的青年 那幾千年 四歲閃閃 不太大肢 太簡單 白象中心 鎮定九口 心裡在人牆 就摸著會不會聽 做小伯父怕黑漢堡 但是很後腦 怎麼這樣 我唯你思念佩儀 不敢對他講起 講什麼 我愛你 我愛你 鳳鴨就唱共謀 鳳鴨 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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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對美高 陰兄弟 鳳鴨撲通 也意義地說 她在滾 她是不是真正故意 真正氣勢來 雖然不燙 若是愛我 應該也就對我坦白說 怎麼說 我還是算真路是 不敢對她說去 也是愛愛你 我愛你 怎麼說我 恰恰 掌聲鼓勵 老師真的是那個年代的周杰倫 哇塞 這是什麼語言都掺進去 老師 剛剛有聽到一個單字什麼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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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滾妹 真的耶 老師是要這樣寫 很棒 是愛瞎 以前我們都在開玩笑說 沒得滾 是周在滾的意思嗎 對…是 周在滾 沒得滾 就是very good 這題是當初 本身有三一八段 那時候我寫給她 妳現在幾歲 9歲 所以芳瑞兒9歲的時候 就收到老師寫給她的歌耶 哇 這麼經典的歌 很明顯妳就是下一個芳瑞兒啦 唉唷 恭喜 老師剛剛的暗示 我們有聽懂 對 老師對妳的期望很大 對啊 是不是 那妳會不會壓力很大 不會 不會喔 老師妳覺得她有機會成為 下一個芳瑞兒嗎 我 我想 賺一點錢 有一個人餓的時候 要給她出手 唉唷 老師完全知道現在音樂的生態很辛苦 這個是太辛苦了 這種老師哪裡找 郭英南大師不僅才華洋溢 更發掘出小月這個歌唱高手 擔負台語歌曲成仙起扣的重責大任 小月要努力唱歌 千萬不要讓大師落魁喔 各位觀眾 歌唱高手 杜云玉精湛歌藝不能錯過 歌聲背後的感人故事 同盟會感動登場 我每次看到她阿嬤都 不管刮風下雨都會帶她來練歌 是… 我就覺得很心疼也很感動 所以一直鼓勵她 不管她有沒有得到冠軍 我都很愛妳 而且我希望妳不要辜負阿嬤的苦心 阿嬤 謝謝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有什麼話對阿嬤跟老師說 就要比賽了 阿嬤 我愛妳 阿嬤 開心死了 阿嬤 那老師呢 就是 老師謝謝妳 我一定會努力的 好 好 我是不是你最疼愛的人 你為什麼不說話 為了不讓老師與阿嬤失望 小月最長的唱功即將登場 盡情鎖定明天晚間7點30分 超級同盟會 某些人是不是 因為我喜歡唱歌 歌唱班的老師 都像我的爸爸媽媽一樣 無條件的照顧我 幫助我 尤其是蔡老師 因為有時候我很歡 然後 很歡 蔡老師都很有耐心的開導我 是會跟買不到肯德基一樣 會這樣 我不要 我不要這樣子 這麼歡嗎 我沒有像妳那麼粗辱 我只是做一個比喻 就是放學 我都直接到她家去做功課 老師會煮飯給我吃 然後還有去表演上節目 都是蔡老師幫我處理 我想對老師說 老師我愛妳 謝謝妳 我一定會努力拿到月冠軍的 那除了她跟老師感情很深厚 又把她當自己女兒是不是 雖然她有時候很不乖 對 很歡 然後又很會鬧情緒 妳們兩個講歡 到底她有多歡 就是有時候跟她講 她就會很不高興 就會表現在眼上 糾正唱歌的部分嗎 對 而且她就唱得很不耐煩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我本來想要放棄她 可是 曾經有想過 對 然後 後來呢 我每次看到她阿嬤都 不管刮風下雨 都會帶她來練歌 是... 很明顯在前面那個紅衣服 就是阿嬤了 因為阿嬤才... 老師講第三個字阿嬤就... 老師所以妳其實是看到 阿嬤也很辛苦的 帶這個孫女 風神浮浮跑去到妳練歌 這麼辛苦 妳會捨不得 希望把這小孩子教好 有時候阿嬤身體不舒服 也會帶她來練歌 然後我就覺得 阿嬤身體不舒服也帶她來 對 我就覺得很心疼也很感動 所以一直鼓勵她 不管她有沒有得到冠軍 我都很愛妳 而且我希望妳不要辜負阿嬤的哭信 阿嬤 加油 謝謝老師 結果阿嬤也哭了 小月也哭了 阿嬤 每一次有身體不舒服 妳都還是帶她去練唱 對啊 為什麼... 對她有什麼樣的期望 我有那個高血 還有心臟病 高血壓心臟病 還有糖分 我那一天糖分 糖分那個降到一村四十 她進來就發現了 都高牛肺 還有體育 小月會幫妳量血壓 對啊... 她拿起來說阿嬤妳一百九十二喔 這樣 會提醒妳這樣子 對啊 她就叫姑姑說阿嬤的血壓九十二 一百九十二 她就趕快給我散 是... 小月 都她發現了 很體貼就對了 有什麼話要對阿嬤跟老師說 就要比賽 阿嬤我愛妳 阿嬤開心死了阿嬤 那老師呢 就是老師謝謝妳 我一定會努力的 好 小朋友其實當然多少點小脾氣 可是呢 其實彼此知道是愛著對方 這個最重要 沒錯 而且同盟會其實她來參加 同盟會的比賽呢 讓老師跟家人一起為她加油 來到現場來看她比賽 那妳壓力不能太大喔 妳這句話還不夠大 他們對妳期望真的都非常非常高 幾十年來就等這一天了 妳壓力不要太大 人家才幾歲 幾歲 沒有啦 但這個是緩和一下氣氛 那接下來 比賽的歌曲很重要 是老師幫妳選的嗎 對 對喔 是哪一首歌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 歡迎杜云鈺 從來就沒能過 因為有妳在我身後 妳總是輕聲地說 黑夜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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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總是默默承受 這樣的我 不敢任由 不敢任由 現在問了什麼 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 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就是妳平安的手 懂也不懂 讓我好難過 我就是妳平安的手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 你為什麼不說話 當我需要妳的時候 你卻沉默不說話 謝謝 掌聲鼓勵 歌唱高手杜云鈺 會獲得幾核心的評價呢 評審請給薪 好 首先看到民雄大哥的分數是 4顆星 Brendy老師的分數是 4顆星 富威姐的分數是 4顆星 心梅姐的分數是 4顆星 安安老師的分數是 4顆星 恭喜妳獲得20顆星 來 我們請我們富威老師講評 因為我覺得在妳那個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的動作的時候 那個動作非常吸引人 如果不是那個情緒有到 還有本身的經驗是 舞台經驗是豐富的人 那個動作做不出來的 我是不是妳最疼愛的人 妳為什麼不說話 我們要講一下缺點 第一個是 妳的拍子在A段進歌的時候 就已經掉了 妳就是輕聲的說 從那個妳開始的連續三句的 妳第一個字 很沒自信 沒有辦法在拍子上出現 這是一個問題 可是妳的舞台真的很棒 要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評審獎評 來 進入評審獎的 恭喜妳獲得20顆星 恭喜杜瑜